法說法會分不清啊 為什麼說法說法會分不清 其實我覺得這個 秦琳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這個應該股票多難做 人心就是會扁 然後不然就會報應 不然就跳船 然後分不清楚 股價真難做 對 股價難做 可是說難做也不會 其實之前長榮跟陽明 那法說會的時候 是真的是法會 那看得出來股價 就是直接往下殺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法說 為什麼像法說基勤其實是 基期比較低 那也有基勤啊 所以其實 如果是從技術線型來看的話 其實是一個是跌破頸限 長榮跟陽明是跌破頸限 可是現在它是突破頸限 所以就技術線型的話 其實有達這邊 我覺得是蠻適合進場 那個時間點 那除了這以外 所以我們順便來看一下大盤 其實大盤大概跌了32點 可是上櫃指數 我印象還不錯 從我來到現在 上櫃指數沒有一天跌的 我們看一下一夜 上櫃已經連11會了 連11天 對 應該不是要慶祝我 對 這是連11天上漲 所以其實上櫃 就上櫃來講的話 很多散戶是比較有 比較心有七七焰 因為它比較有感覺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上櫃指數 連續收紅 其實已經預告第四季的行情 遇小不易 OK 所以你 整個我們上市的部分 你也覺得OK 現在萬七只是整理而已 沒問題 我覺得我自個人看 是看年底萬九 年底看萬九 我覺得 我覺得通貨膨脹的那個 會下往的速度 比大家想像公快 因為我做一些研究 其實因為 到年底的時候 沒那麼嚴重 沒那麼嚴重 其實昨天 那種馬斯科跟女股神 可能就一番論戰 那個馬斯科說 他看不出來 長期的通膨 可是短期通膨 壓力都很大 那其實那個女股神 武德 那房東基金的那個經營人 那他就直接說 不會 他覺得通膨 他覺得還好啦 他覺得還好啦 Elon Musk覺得 有可能會不好 那我的看法是12月 就會蠻明顯的一個下滑 好不好 因為是疫苗的關係 疫苗會比較 充足的關係 好 來看一下 順便看一下下一頁 所以我覺得 季報抓得準不準 其實要看法說 才抓得準 因為 對 這個法說到底要怎麼解讀 基期才是關鍵 為什麼說季報抓得準不準 然後法說才抓得準 因為其實最主要是說 之前就是 剛好製作人 跟我Re稿的時候 他說這個星星 這個季報不錯 我說其實季報是可以 可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公佈季報 可是通常 法說會當天會公佈季報 所以你要抓季報的行情 你不如先抓法說的行情 為什麼 好 我們來看基期是關鍵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個聯電的一個法說會重點 聯電法說會重點就是 剛才慶有講到 其實毛利率算這個 20年來單季新高 而且其實就本益比來 其實有可能是來到 其實12倍到13倍左右 所以我覺得 好像第四季EPS會創新高 其實聯電是參一首 我是想參一首太委屈 可是基本上那個參功不好 所以算了 所以聯電是在那邊拉回 可是很多 所以聯電主題群現在叫太委屈 是真的太委屈 我覺得 今天法說會玩 這麼好的法說會還是一樣 其實還是有法說行情可以做的 為什麼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我現在鋪個梗 順便來看一下 友達 友達其實是被營收 其實今天有公布一個最新的 不只是友達 其實群創今天不約而同 像剛才在錄影的前一分鐘 其實群創有公布最新的財報 1.77元第三季 那其實前三季大概賺4.99元 大概創一個股本左右 那比友達略虛一點點 不過其實友達跟群創都不約同 講到一句話 也是Omedia這個 為什麼今天群創跟友達 友達快展停板最主要原因 因為最新的延調機構 Omedia告訴你就是說 明年第一季就可能報價 止跌回升了 為什麼 因為產商會積極的調整產品線 好啦 那今天友達法說會也說 它動態調整 注意這四個字 動態調整什麼意思 我要調整產品組合嘛 你覺得我 你覺得我那個大尺寸電視不值錢 沒關係 我改用別的尺寸 那所以我改用車用的 我去專攻別人車用 其實友達 整個大尺寸的一個比重 現在占不到三成 那這就重點就算了 連群創也講動態調整 這四個字 兩個不約而同 所以剛好前後呼應 今天Omedia這個 研調機關 研調機構 說的這句話就是說 第四季甚至第一季 報價會止跌回升 所以這很重要 剛好不約而同 講到這四個字 我覺得動態調整是蠻重要的 就是有機會會調整 那所以這個法縮會出來 這個股價就有上來 那為什麼連電沒有 好 這要講到最重要的重點 我這個給大家獨家的報告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其實法縮會行情是要怎麼看 最主要是要做法縮前行情 不是要做法縮後的房間 如果你要做比較穩的一段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做研究 法縮會前發動 你看法縮會前幾乎都漲啊 之後資源沒有漲啊 我是找比較重要的 我不是亂選 有些小型股沒有選 我選大型股 我都把它選進去 法縮前都漲啊 這很明顯啊 其實今天看最明顯是友達嘛 所以我做這個報告是有實證的 好 有的也是法縮 有的是跌 有的也是漲 所以你要看法縮前 那你說資源怎麼看 第一個除了資源 法縮後漲 今天還有漲停板 就算了 其實資源是法縮 當天的一點才下殺 所以其實你不要貪心 你在法縮前 五盤之前 你在法縮前兩天進產的話 其實這行情蠻 蠻直接的 你可以獲利報酬 所以這個是我 所以你覺得根本不用操作到 等到法縮會結束 不用等他數字出來 因為你法縮 比較安全的是之前先做 這是實證研究 最新的實證研究 對 比較安全 因為什麼 因為法縮後 第一個要問到利多出境 第二個是利多可不可以支撐現在的股價 所以有些做比較短的 市長 如果你要做比較短是這樣子 那對啊 我說給大家參考 那麼看下一個 那麼好的公司 我就可以繼續嗎 對 我覺得像資源 你說其實聯電 就繼續 你看法縮前兩天是漲 今天算是跌 你看兩天加起來 還是漲嘛 這三天加起來還是漲嘛 所以其實最穩的是法縮前 你看友達也是這樣 那敦泰是明天法縮 對不對 可是敦泰你看明天法縮 今天就已經先漲了 而且快漲停板了 所以說很明顯的法縮前兩天 累積漲跌 我覺得這才是有 這才是有實際的 我給大家是有實際可以交易的 那個交易的價值的一些報告 所以這些獨家報告 都可以繼續來觀察 是 這邊目前聯電是之前漲 然後後來是跌了 對 然後台郡也是 台郡是都有 那友達就繼續觀察明天 今天發動這麼多 穩帽是這兩天 也是這個 跌了很久 推了很久 那現在反映了 看看今天公佈之後的結果 那另外就密切觀察中 那這個外資的法人買賣超呢 外資的買賣超 這個是觀察用的 對 這個最主要其實 我覺得外資買賣超 要看投信 其實上個禮拜 上禮拜 其實我一直想講投信的 買超概念股 其實像投信買超概念股 漲翻天了 因為其實在一萬六的時候 資深台股是投信 所以如果五日買法人買賣超 我覺得如果裡面有行投信的話 會比較純 可是最主要是說 剛才講的 其實說整個來說的話 其實最主要 如果你要做短的話 我資格當然是有交易價值的 其實你可以做法縮前的一個行情 除了這以外 我們來看一下敦泰的行情 因為今天是說動態調整 其實如果敦泰 你說今年上看 也上了好多人的心 這邊接 這邊接 是是是 也上了我的心 所以沒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股價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其實基本面 還是玩到 其實看本益比的問題 現在很多說本益比不值錢 像元宇宙 他就說本益比很高 其實我覺得見能見智 看你是什麼派的 所以我覺得敦泰這邊 30倍本益比 其實如果是說 Q是營運 將Q3保守對不對 其實面板是這樣子 可是現在看到是Q1的營運 如果面板報價 現在人帶起來 友達群讓人帶起來 勢必是有機會帶動敦泰的 所以尤其有法說的行情 我覺得 明天友達 我覺得走勢也不會太差 重點是敦泰 因為還有法說的行情 我們看下一頁 本益比蠻低的 不太五倍 世界先進是要下禮拜的 如果明天敦泰的 如果有人在拉 那你要想的是說 下禮拜法說的行情 可不可以持續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下一步 我比較偏實戰派的 下一步怎麼做 因為其實每一波行情 做每一個趨勢不太一樣 有時候說 你要有某段時間 你要做投本筆 投信贈股本的 那排第一名的 通常隔天會展停板 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 現在做法說的 現在要做法說的 現在不是法會 你意思說 像現在是可以先做這個 然後等他法說會公佈 是 而且我認為世界先進 他告訴你 不可能 不太可能那個聯電 告訴你未來趨勢好 然後世界先進 告訴你未來趨勢是差 所以這個是實戰的 同一類股 同一類族群 所以其實為什麼 我說聯電委屈 有可能那世界先進 如果法說行情持續的話 那下禮拜 世界先進 會不會帶動聯電 所以我說太委屈 那畢竟本益比12倍 到15倍 但是世界先進的 本益比比較高 跟他有負爆的加持 所以我認為 其實如果 其實張忠謀董事長 說的是沒錯的話 他說其實缺貨看不到鏡頭 雖然有時候 做股票比較久的 會聽到 張忠謀董事長講這種話 會怕 因為之前2000年的時候 他講說 其實前方 沒有一片任何烏雲 可是我認為 經過20年的歷練 張忠謀董事長 現在看總金 應該比人家強很多 還是有差 所以我認為其實 在這邊而已 其實 所以你覺得這個價位是OK的 我認為很OK 我認為世界先進 我會比較偏短 因為我講的是法說的行情 我其實操作有短 跟中跟長 那我如果說聯電的話 我會去看比較慘 我覺得有些外資 其實甚至於看聯電 是目標到100元 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100元不是不可能 但我們愛宇文分析師 先最高看到119 119是不是 119的意思就是要報警 藍屌屌 然後 我們趕快答應 差不多 its twir